大家好,我是大伟 无论你的年龄多大 心脏在于我们养生当中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是帮助你如何去养护好咱们的一个心脏 所以视频的内容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看完 咱们今天来讲一下心脏 很多朋友心脏感觉不好 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心脏它有蹦血的能力 所以如果它的蹦血能力越强 那么你就会感觉身体上面就越有劲 气血充足,震气也非常的强 如果心脏它的蹦血能力变弱了 你会感觉身体非常的虚弱 而且整天就会浑浑噩噩的没有劲 第二个心脏如果出现一些问题以后 你会感觉我们整个后背会持续性的发酸僵硬难受 第三个就是当我们气血不足以后 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这些末梢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些冰凉 而且很多人他反馈是长期的病一样 所以今天教给大家的养护心脏的方法 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实用 我希望大家如果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效果的 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来教大家这个方法怎么去做 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有一个心脏非常重要的反射区 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内观 有很多朋友会说 这个内观我知道啊 他每次我也会按一按按一按 但是总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用 我告诉大家 你的方法用错了 你没有深层的刺激到咱们的内观 所以呢 你的这个用处来的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那么今天教给大家这个方法是有顺序的 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刺激内观之前呢 我们要先把双手给搓热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啊 就双手啊 在胸前反复的搓 一定要把我们末梢的这个血管给它打开 要给它搓热啊 你不搓热 这个动作啊 它其实来的是非常慢的啊 你看 手掌掌心搓 然后呢 手背啊 要搓 啊 反复的去搓 啊 大概用时也就一分钟左右 你会明显的发现啊 手上变热了 如果你手上本身就热乎乎的 那么这个步骤啊 可以省略 第二个呢 就是啊 要把我们这里啊 给它搓热 你看 大家注意看啊 搓一搓 转转 整个手腕要给它打开啊 这个是前面的一个步骤 非常的重要啊 很多人会忽略啊 所以说很多人啊 做这个动作 它来的很慢啊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啊 这个啊 手腕这里啊 给它搓热 好 好 那么我们正常情况下 是搓上一个30秒到1分钟左右 做完以后 你会有个很神奇的感觉 是什么呢 手掌 整个手掌啊 发麻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啊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 留个言 然后呢 当你有这种麻麻的一种感觉以后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动作了 怎么去做 非常的简单啊 第三步 就是把我们的手腕和手腕啊 轻轻的靠在一起 你看 1 2 3 4 5 我们就这样去撞它啊 撞上10下 非常的简单 然后10下以后 你看 交换 继续 注意看啊 是我手指画的这个区域 你不用管是具体哪里 我们只要把整个区域啊 扣在一起 轻轻的去撞 不要很用尽啊 就你看 咱们就这样轻轻的撞 轻轻的撞 速度是这样的速度啊 你看 做完10下以后 换 我们正常做的话 就放在我们的肚子上面啊 就这样 做完10下 换 10下 换 正常你去做上一个100下 做完以后 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事 什么事情呢 就是很多人啊 反馈 做完以后 一下子就感觉啊 气血啊 有一种往上涌的感觉 不仅是手上啊 开始升温 像手上握着一个小太阳一样 脚底也开始逐渐的升温了 而且呢 这个动作 它的时效性很长 什么意思 就是你只要坚持的 能连续做上7天到14天左右 慢慢的 你的整个心脏功能啊 会越来越强大 后面呢 你就可以啊 不用去做了 或者呢 你可以把频率调成一周 做两次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啊 非常的好 所以我真心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学会以后啊 给我的视频下方点个赞 在别人那里啊 可能这个动作是不传之密 但是在我这里啊 我会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所以呢 希望大家关注我 我是大为 你们的老朋友 谢谢大家